我就是我下了眼 才会爱上你 但我立刻立刻 总是看不见 就算你说的话 却是假 我也不见最情愿是誓言 因为我你不能 爱你爱的不能再改变 因为我你不能 爱你爱的不能再改变 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地方比较性感 真的陈文斌 陈大哥真的对我比较了解 因为他跟我合作了很久 而且他帮我拍的一些照片都非常的自然 我自己有时候看的我都不敢相信 原来我也有那么好看的时候 那么好看的地方 所以真的 这个造型上来讲 我就是走一股的风气 我喜欢走我自己 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不改变造型 什么才就改变 改变叫我自己变成不一样的我 然后去换一个面具 我觉得这是很不对的事情 所以每次有人问 你为什么你不改变样子 我觉得我怎么改变我 我就是我 我没有办法去美容 我的鼻子就长成这样 我眼睛就长成这样 怎么去变它 所以我后来还发现 真的走回自己 把自己就是最有自信的地方 表现出来 我想这就是 应该就是对的吧 如果真的要我变的话 我还是没有想到 应该变成什么样 那个人 有点灭的地方 在那里 我們會不會沒有家 我好怕聽到這句話 我煙火變了紅 我心情在超痛 歡暖的情境你別了知 街上的讓我開始惶恐 是誰又猜猜我的夢 啊我的家你真的捨得嗎 孩子已漸漸在長大 他卻要學習如何逃亡 還會想親家的關愛 受傷的心靈不快樂 外面天好黑天空飄著爛霜 你要我們躲進哪裡去 我的心願只是那麼小 我只要家 我不會淘擠他 當初我會寫家這首歌 我說實在的 我又一點點的想法令我感動 也令我自己很難過 因為我以前寫過 我想有個家這個歌 之後很久很久 再也沒有這樣的作品出現 我常常很懊惱的 其實我是一個喜歡去觀察 人事物 地理一些朋友環境的一些人 一個人啊 但是我好像自己都抓不到 我到底應該寫些什麼樣的歌 除了我想有個家之後 我再也沒有醞釀這麼多的歌曲 直到我自己在意大利的 有一天我打電話回家 突然那個時候是剛好我們台灣 發生了一個比較一個 好像跟我們的大陸有一點問題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給我一個很大的感觸 我突然發現 如果真的在我們現在的這個階段 突然要有戰爭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那個時候我媽媽還有我的哥哥 還有我的同事 他們居然告訴我說 叫我不要那麼快回去 可能會打仗喔 他們告訴我說 不要那麼回去 他們自己在台灣 然後你能夠先留在外地 就留在外地比較安全 我後來發現 他們這樣講話的時候呢 讓我很很難過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怎麼樣都要有苦 要一起來擔當 所以我就 我反而趕緊趕快的回去 我反而不敢待 待留太久 在自己在異鄉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因為那時候 所有的全世界的新聞都出現 所以我那時候我發現 我應該有寫 再給我一個靈感 寫這樣的歌曲 明天的太陽 將會照進我家裡 不再受委屈 愛會讓我撐下去 空中的臉無數的你 帶著疲倦擁葬的心 我知道你已遠近流浪 到處最少溫馨 明天的太陽 明天的太陽 將會照進我家裡 風雨後天空 朝陽夢雨星星 散開墜陽 蒼烈相龍真實的你 擁有感動天真的心 帶我回家去 留家我什麼都不好 爱就继续安靠 带我回家去吧 你那冰冷的手 微微的颤抖 丰富有什么话对我说 却不愿开口 在我生命中 你是我所有 如何才能够让你快乐 我却都不懂 爱让你欣赏 也让我心灌 爱让你不安 也让我更迷惘 是否人生真正爱过 才能体会什么是永远 渐进永远 是否之后 还是你害怕给的太多 有话之说 每一次很多的朋友都问我 欸 你到底要不要交男朋友啊 你现在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有了 又当歌手 又当制作人 又当老板 什么的 又开个什么餐厅的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结婚啊 什么东西 我觉得每次被这些话问的好烦啊 我觉得为什么我一定要结婚 我自己这样活得很快乐啊 但说实在我也有所有寂寞的时候啊 但是 嗯 这个很难讲啊 我自己发现我事业心太重了 自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真正能够依靠的对象 我很怕没有安全感 而且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男孩子才能够让我说服得到 所以每次问到我这些很伤脑心的这种爱情观呢 我真的很不想去提他 但是我觉得顺情自然 我觉得我应该把音乐先做好再说